靠着疫情,它成了身价230多亿的超级富豪,其产品莲花清瘟更是突破了百亿的销售额,它就是以领药业的创始人吴以领。 自打防疫优化以来,囤药仿佛成了所有人不约而同的选择。 除了热门的药品布洛芬、对以西安积分等药物以外,一款传统的忠诚药,莲花清瘟胶囊也成了炙手可热的产品。 但是,在吴以领靠着莲花清瘟传的盆满钵满之时,质疑声也随之而来。 有人说他发股难财,也有一些声音认为莲花清瘟的副作用较多。 那么莲花清瘟是如何诞生的,其如今又为何会招来如此多的非议呢? 本期《创始人观察》就来带大家走进以领药业创始人吴以领的创业故事。 1949年,吴以领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的一个中医世家。 自小就跟父母学习医术。 在吴以领13岁的时候,他就能将医术的各种药物功效记得滚瓜烂熟了。 到了70年代,吴以领作为当时中国相当稀缺的医学人才,得以进入南京中医学院学习。 到了1982年,吴以领更是以硕士研究生的身份毕业, 这在当时那个大学生都少如凤毛麟角的年代,已经是相当耀眼的学历了。 高材生吴以领毕业后,就被安排在当地的医院工作。 吴以领是个兢兢业业的优秀医生,但同时他也有一个小爱好,那就是自己研发药方。 吴以领用现代的科学知识,尝试对一些传统的药方进行了改良,居然还真的取得了一些成就。 在1983年,吴以领就成功研发出了一种用于心脑血管疾病治疗的药物,一时间在医院里名声大噪。 而吴以领下海创业的契机也正来自他的探索精神。 1992年,吴以领眼见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阶段,便对创业致富也相当眼馋。 正好此时的他已经有了研发药物的资质与能力,便尝试丢掉铁饭碗,自己开一家医药企业。 但当时的吴以领并没多少钱,积蓄基本上都是多年工作攒下来的辛苦钱,要想靠他一个人撑起一家制药厂,还是有些勉为其难。 吴以领只得四处找药企寻求合作,但他登门拜访了十几家企业,没有一家愿意与他这个名声不显的新人合作。 好在最后还是有十家庄的一家药企找到了他,表示愿意资助他研发药品。 就这样,吴以领的创业之路总算步入了正轨。 同年,他正式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医药研究所,这也正是以领药业的前身。 其初,吴以领的研发方向还是他的老本行,那就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药物。 药品向来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,吴以领凭着自己过人的才能,也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。 但莲花轻温的诞生还是十年之后的事情。 2002年,扰动全国的非典疫情爆发,以领药业当时也致力于研发能够对付呼吸道传染病的药物,莲花轻温的研发就此开始。 但莲花轻温的诞生其实相当尴尬。 虽然吴以领仅用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将药品的初代配方弄了出来,但他的性格颇有些强迫症的意思,一直认为药品的配方不够完美,又继续折腾了大半年的时间,才让莲花轻温胶囊得以量产。 但彼时非典疫情早就过去了,莲花轻温没能赶上风口,最后也只是成为了一款普通的清热解毒的药物。 莲花轻温诞生以来,销量其实一直都重归重矩,以领药业的支柱产品依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,莲花轻温每年为以领药业带来的营收还不到10%。 而真正让莲花轻温名声大噪的事情,正是2020年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。 其实在新冠之前,莲花轻温胶囊在2012年的甲型流感中也火过一把,在消费者群体中累积了不错的口碑。 这也为新冠爆发后,莲花轻温的崛起做好了徒典。 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爆发,此前在对抗流感中表现颇为不错的莲花轻温胶囊,就成了消费者们争相购买的产品。 也正是这年开始,莲花轻温的销量才开始暴增。 在2020年的年末,莲花轻温的年销量就暴涨到了突破34亿元的规模。 值得一提的是,莲花轻温不仅在国内颇为畅销,在海外市场也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。 在今年年末疫情管控政策的优化之后,莲花轻温的销量更是进入了新一轮的暴涨阶段。 就在本月,莲花轻温胶囊出现了在一座城市里,一天销量突破40万盒的奇迹。 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莲花轻温开始遭受了有组织的非议,甚至是抹黑。 一些人开始将莲花轻温胶囊的副作用疯狂夸张。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很简单,那就是莲花轻温胶囊动了某些药企,尤其是外资药企的蛋糕。 就拿美国知名药企某瑞来说。 其推出的所谓新冠特效药售价达到了恐怖的数千元一盒,相比之下几十元一盒的莲花轻温就显得如此的亲民。 当然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某个具体的药企在攻击莲花轻温,但所谓商场如战场,大家懂得都懂,在此也就不必展开去说了。 无论如何,莲花轻温凭着疫情的风波迅速成为了国内的顶流药物。 这也不免让一些人认为,莲花轻温这是在发国难财,但事实真的如此吗? 或许并不。 吴依领在媒体面前公开宣称,莲花轻温绝不会无端涨价, 近日一些莲花轻温胶囊涨价的情况也都是一些药房的私自行为,吴依领对此表示谴责。 在被问及疫情逐渐稳定,甚至是消失后,莲花轻温该何去何从的时候,吴依领的回答也很豁达。 他表示莲花轻温本就是一款普通的药物,疫情过后不过就是和以前一样经营。 这让莲花轻温更加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和喜爱。 莲花轻温的火爆源自新冠的风波,我们不应该去过度美化或筹划任何一种药物。 在医生和专家的建议下,正确用药才是我们消费者的理性选择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。 品牌